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部门公布了他们在Giza这个金字塔群最大的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或者古夫金字塔里面 在那个门口那里 入门那里上面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 这个以前不知道的话说 等一下会修订了一点 第一件事就是你会问 今次塔里面有通道吗? 这个不是古代通道 因为古代今次塔里面没有通道的 是后来的人考古的时候呢 为了后来的人可以进入去参观 或者他们开了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上面呢 有一个秘密的通道 不知道通道去哪里 现在 有很多估计的 但是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啦 但是这个题目之所以成为科学生知的题目呢 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秘密的技术呢 是相当相当的先进的 所以这里交给陈正洋博士去解释一下 是的 简单这件事呢 其实通常科学生知的角度只有一个 就是讲方法 除了只是讲发现本身呢 就是说我们凭什么去发现得到 那当然就不是靠着那些神话传说 藏宝图啊 跟着自己走去找到 这样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呢 今次这一种这样的今次塔考古呢 是竟然用上一个很先进的一个非入侵性的技术 是你不用挖 是你透视到的 那我最重要的就是说呢 在那些这样的今次塔考古里面呢 怎样可以充分到利用到那种透视的技术 来去找到一些隐藏了的结构呢 那是我觉得很创先河的 而且有一些概念呢 我觉得非常的抢眼球的 就是譬如说呢 你可能想 如果我要透视一个人 那譬如大家都会想到 我知道我要照X光 或者照个CT 其实都是要有一些外来 比较高能量的射线打入那个样本里之后反射 那其实当然了 你可以把它放到金字塔 和它照个X光 你都可以这样去做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整个金字塔这么大件事 你拿到哪一块 你又不能把它搬起 你就算拿一部X光机去 其实更大问题就是说 它那个穿透力 灵敏度 足不足够帮我透视到里面有些什么 会不会我们需要用到多一个证据来互相去确认呢 其实如果讲到方法 基本上这次有几样东西 它会用到激光 用到X光 和最惊奇的就是它用到宇宙射线 用到这几样东西 几个结果放在一起 给互相印证 来好像帮我们把金字塔透视出来 所以就是说这次这个考股你完全是一个物理学家帮手考股的结果来的 好了 要补充一样东西就是说 虽然它现在讲的新闻就是 其实2016年那时已经找到的了 不过现在才公布出来 所以找到的意思是 当时它们已经用了刚才你说的那种Muography 去探索 不过可能现在只是正式公布了 好了 去到这里你首先要解释了 就是这个秒子的透视方法是怎样做的呢 这里就牵涉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宇宙射线的部分 因为宇宙射线里面有很多就不能的东西 但是其中宇宙射线呢 它一个这么高能量的射线射到来的时候 是会帮他们产生很多副产品 那个副产品就叫做一些叫秒子Muor 如果读物理学的人本身就对这些就很熟了 如果大众来说的话 用回我们初中或者高中学过的一些科学常识呢 其实它就好像一些电子类的东西 那个电子就会带个负电的 因为我们叫做阴极射线的负电 但是秒子是一种特别的 属于整个电子家族里面 其中一种重一点的一些带负电的物质 其实它不稳定的 它放久一点它会自动变回电子的 其实有几只的 有只叫Tao子 有只叫Mu子 有只叫电子 Tao子就更加重型 更加不稳定 更加容易衰变 秒子就比较容易产生 但是都很不稳定 我们只是能够由宇宙射线那里去看到 其实那种秒子的这种功能 它很特别的地方 它是比较有一个强的穿透力 就是它比起一般的电子 一般的电子你几强都好 去到你一部电话就已经挡住它了 所以就算拿来做福射治疗的时候 都是打进去一些比较表皮层的东西 它不会穿得很深入的 那如果你说要穿得很深入的话 那我们以往就知道用X光 但是X光它穿透力是强的 但是它和整个物质的结构 相对的那个相互作用能力是少一些的 就是你要搏去中间 弹到一些东西回来 让你看到 那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灵敏度 才可以去帮你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反过来就是说 你可能要打很多X光 做很长时间的曝光 才能够拿到那个内部结构的结果 那其中我们譬如说 在60年前去看一些分子结构 我们都是可以用X光去看的 用X光散射的技术去看 那曝光时间要很长的 一张相片你为了看一个分子结构 要曝光暴成几个小时 那譬如那时候Rosaline Franke 这一位女科学家 专业负责看化学分子结构 当时研究DNA这个分子结构的时候 他为了拍那个DNA结构的照片 他就要长时间自己都暴露在X光那里 那这个题外话 那要讲回秒子 秒子你可以想像是介乎两者之间 他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穿透力 但是同时间他也可以 所以你给的份量比较少 他都可以给到里面那个 将里面反弹的资讯足够多 这个就很多得他本身带负电的原因 他跟那些整个固体里面那些原子 那种相互作用的能力高一点 所以他出来比较容易就是说 穿透能力高 而且跟里面的物质里面的墙壁 给出来的反弹的信号够强 那其实有些国家 其实我不知道香港用了没有 这个我要查试纸 因为其实这个技术 原来就是你不小心 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之中 例如在哪里呢 就不是说身体 就是说那些海关 就是我觉得全世界 如果用到秒子技术来去看 穿透不打开货柜 都看到里面有什么那些 用秒子技术 放在那个边境关卡那里 查一下那些货柜 那些货柜走过 不需要停车打开 就这样在旁边走过 已经看到里面是有没有古怪的呢 那其实就已经是用着了 就是这个现行的技术来的 那现在只不过就是用着 这种东西牵涉到由宇宙射线測 生成的这些这样的副产品 拿来去看看去打到金字塔的时候 给出来的反射讯号是怎么样 如果里面是完全实心的 我们会预期它有一种的讯号 但是如果里面是有些空心的 多了一条隧道的 接着会给到一个空心的讯号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你用一手敲一下实心空心 那你大约会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这里会不会 尝试用上升波来帮忙去做 超升波来帮忙去做这个测试呢 那我就会觉得这里牵涉到 几种不同的技术去互相认证 来得出来的结果 那它由2016到现在才公布 就是我想就是说 它很想就得到 就是经过几次反复的测试 然后将几种不同的技术去 互相认证的时候 才很小心地去公布出来 还有我想它很想就是说 经过公布之后 它成为了整个业界的一个总质 就说令到我们以后再做类似的考古 不去打烂一些东西 但是又想看里面是空心还是实心 有没有那些古灵精怪的隧道 那些东西呢 那就可以有个依据了 好啊 那刚才你讲的 以前的考古是怎样呢 以前是刺穿它 是 用它炸药 大家就用盗墓迷城 啊 绝宝奇兵 那样去玩 但是很幸好 那这次很硬正 炸它呢 炸它不想 但是如果有些人不生性 再搞下去 就 里面就很麻烦 不过你说现在是否完全没有侵入 也不是 因为有了这条隧道之后 他们找了一个内规镜 是0.5mm的 0.5mm 很厚的 是啊 拿来塞进我的鼻子 我未必知道的 是啊是啊 他拿来塞进去的那些垃圾那里 那你也看到金字塔的建造非常之神奇 因为基本上没有垃圾的 嗯 现在看他的照片 其实似乎他应该都是人工起出来的 不是由来作的 如果这样看 好不可以这样说 是人工起的 不是由来作的 啊 啊 啊 而且里面的结构比我们想象更复杂 那这个当然日后我们再说 不过这个我想问一问就是 这种这样的探测方法呢 你猜有没有应用在其他地方 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个 譬如说海关那里之外 嗯 如果长期以后 那那些本身科学研究那些粒子研究呢 会都很喜欢用到这些秒子的研究 但是你可以联想到 所有你想透视一下 譬如说你想看一下一个 懸崖峭壁 有没有一些 你想找一个中雨洞 是不是 譬如你想看一下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好像想像一下一个武后小说 你冲到一个瀑布里面 那瀑布里面 那瀑布里面 后面会不会有一个洞 里面有一些武林秘笔 那现在你就不用 一定有 是的 就是你说的那些 譬如 如果地盘 骗足工程 想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一些融洞 比较大规模的一些洞 那我想就秒子技术 一向有其他技术的 你用超声波都可以帮你看到一些 但是 然后如果你有秒子技术 就应该将它整个 显影成像的能力会再高 就是这件事就不是说有了它 就可以由看不到那边做看到 而是就是说 我们现在都基本上 有上下的技术 去探测 就是那些洞洞洞洞洞 会不会后面有个洞 我们不知道 我们都有的 但是秒子技术 就提供多一个手段 令到我们将些东西看得更加仔细 尤其是如果去到金字塔这个层面 你真是想就是说 不放个盔镜下去 就这样射个射线下去 都给你显示到整个影像 将你还原到比较清楚的东西 令到你肯定里面真的有些结构的东西 那我想就挺适合的 就是我想整个那些拿来去探测 大自然里面的发现 甚至保安上的发现 大家想到的 我想基本上都可以用得上这个技术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呢 譬如你说的金字塔问题呢 前几年在印尼那里 它的山里面 它看到里面原来有个金字塔的结构在里面 但是我想问那样东西就是 譬如说去到那个地质的结构 这个秒子这个探测是用的 还有没有用呢 要看一下你几厚几薄的东西 我猜它呢 今次那条 是在一条通道里面的上面 找到另外一条通道 那这个可能一个比较短范围的穿透力 看得比较清楚呢 是说以米计的 其实应该就是 你想想一下 如果是说海关里面 看看货柜里面清不清楚呢 那其实说那个射线元 如果你不是要用很强很大的射线元 比很多这样去看呢 去看 就是说在一个 以米计的范围 我想十米左右吧 那其实它实际上能够多 能够少看你那个本身那个 射线比下去的强度 和覆盖范围有多少呢 但是譬如现在这种呢 我想它用着那个仪器 又可以给你带到金字塔里面 去看看旁边有没有躲起的隧道呢 那些东西是以米计的透视力 我说你现在是不是这个射线 对人体无害的吗 不是 就是跟照X光一样都不可以亂照得多 是的 是的 就是它任何 因为那种射线本身它带电荷的 它的能量也会是高的 它也会衰变的 所以它出来的那种辐射是一种电离辐射 是致压的 其实就是 那当然就不可以照得多的意思 哦 就是你不可以当它像X光那样照它 是的 我想你如果问我 它比较X光更加不能照 X光你还可以捱多些东西 但是这些秒子更加捱不了那么多东西 是吧 那在自然界是不是都有这些秒子射下来的 那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由宇宙射线那里来的 那因为它那个生命周期很短的 很快就会衰变了 那其实这里就有些故事很有趣的 就和这个金字塔考古无关的 那但是验证了这个狹疑相对论的 那因为我们一般就认为 那些由宇宙射到我们大气层那里 产生那些高能的宇宙射线 打到大气层那里 产生了秒子射线 这些秒子射线射到地球那里 照计呢 它赶不及去射到地面 因为它的衰变得太快 它的衰变快到一个地步 就是那个大气层那一百公里 那基本上它都熬不到的了 但是因为有相对论效应 它是熬到的 它看距离是会短了的 于是它就因为相对论拉长了时间 但距离拉短时间拉长了 就令它可以碰到地下 而这个效应我们是能量到的 而这件事相信也有 最后也有帮助我们去 利用到宇宙射线 在不同位置接收到宇宙射线 就是不同的粒子 我就模法一一细数了 但是在那个高能宇宙射线里面 它都很大部分是产生了妙子 因为整个宇宙射线自己本身 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统称 基本上由宇宙而来很高能量的东西 就是宇宙射线 它本身也是加码射线 也是一种很高能的射线 有它的X光有它的加码射线 然后它们打进大气层里 产生一些副产品 副产品也可以本身是妙子的射线 所以它出来的话 你可以说很多高能的粒子射线 都有在里面 但是你说说种类成分 这就难以一切数了 总之就很多了 总之有很多不同的粒子在里面 是的 其实讲到研究高能宇宙射线 我们上几个星期 讲一下萨克洛夫 他本身都做这些研究 他专门研究宇宙射线的 是的 另外杨振宁的师傅 阿肺米本身也是有这些专长的 也是先研究宇宙射线的 好 那我们下一节就回来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甘祥工作室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